各位同學好,我們進行我們的示範85 示範85預計就是製作這種旋鈕 因為APP裡面可能會需要一些音量大音量小的旋鈕 我們怎麼利用Photoshop把它製作出來 Ctrl N,開個10公分,10公分,300dpi的空白檔案 接著Ctrl J,把我們的底圖複製一份 複製一份之後呢,我們給它填上一個深灰色 這邊使用的數值呢是46,47,49 你會發現藍色的數值稍高 所以它是稍微藍灰色的一個情況 接著開一個空白塗層 那我們先使用剛才這個底圖,把它命名一下好了 針對這個底圖Ctrl A,Ctrl T,啟動變形工具之後呢 中間會有一個中心鈕,利用這個中心鈕 我們拉出參考線 那如果你旁邊沒有這個尺規的話 你可以先按Ctrl R,叫出尺規之後 才有辦法拉出參考線 參考線要暫時隱藏,就按Ctrl H 然後它顯示的話,就再按Ctrl H 好,上方的這個空白塗層 有了這個參考線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對準圓形,啟用我們的圓形選取工具 然後,拉出這個圓形選取區的時候 按著鍵盤的Alt加Shift的鍵 它會產生一個正圓形 對比的一個正圓形 針對這個對比的正圓形呢 我們再選擇一個深灰色,把它填上去 使用的數值是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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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填射關工具,填選上去之後呢 我們要讓這個 這是我們的旋鈕的底座啦 我們讓這個旋鈕的底座 有一個厚度,立體感 使用圖層樣式來讓它產生這個立體感 所以在圖層空白的地方點選兩下 首先套用內陰影 內陰影呢,選擇黑色 圖層我們模式呢,選擇成正常 光來源的方向呢,讓它是正上方90度 然後調整一下它的陰影的尺寸 跟填色的狀況 讓它產生一個,邊緣產生一個深色 有了這個深色呢,就可以暗示出來 它受光之後,因為有厚度 產生了一個陰影 那接著再勾選這個陰影的圖層樣式 那這個呢,我們是 我們雖然它叫陰影 但我們不是讓它產生這個物體 被光線照射的陰影 我們反而是利用它,來產生下方這邊 凸起來光線照射之後 有一個亮度的這種情況 好,所以 顏色的話,就先把它選擇成純白 一個亮色 塗層我們模式呢,再回復成正常 好,設定一下它的尖距跟尺寸 好,強度太強的話呢 就把圖層的不透明度 稍微調低 好,你會發現就有一個 這個區域是凸起來的 光線從上方照射下來 把它提亮的這種感覺了 好,確定 確定之後呢,Ctrl J,然後複製一份 然後把它的圖層樣式刪除了 刪除之後 我們利用Ctrl T,啟動變形工具 把它縮小 這個是中間旋鈕的D 好,按下Enter 確認這次的變形 好,那一樣利用圖層樣式讓它產生厚度 好,在空白的地方點選兩項 那先套用呢,這個斜角浮雕 好,斜角浮雕主要製作是下方的這個陰影 好,那樣式維持是內斜角 技術的話是平滑的一個狀況 齒寸,稍微把它修正一下 好,那這個角度呢 下方的陰影角度 這兩個控制的是光線來的一個方向 好,那這邊的話是0度 往上轉的話總共有180度 那負值的話是下方 好,那我希望它是正90度來的光線 同時呢,它的入射角 稍微是 比較低一點的,30度 好,那因為我們這個斜角和浮雕主要是用來產生下方的陰影 反而不是上方受光的情況 所以,可以把量不透明度降到0% 主要是把這個暗部的那個不透明度呈現出來 好,接著呢 我要整圈的那個陰影產生 那我就使用這個筆畫 筆畫勾選下去之後 尺寸把它設成兩個pixel 然後它的位置是外部 不是向內,是向外的 圖層模式維持正常 那強度如果你覺得太強的話 你可以透過圖層的不透明度 稍微把它下降一點點 那上方高光呢 陰影的話現在有了 怎麼控制那個上方的高光 我可以選擇內陰影 顏色的話把它選擇成白色 圖層的混合方式 你可以選擇成柔光 柔光的話 就好像把我們目前設定的那個顏色呢 印成 印在那個 鏡頭 印在一個透明的賽路路片 或是印在一個玻璃上面 然後把這個東西蓋在我們的眼鏡前方 多了一個提亮的這種效果 間距的話把它設定成4 尺寸的話呢 我把設定成0 填塞的部分也是0 稍微增強一點點 那我把這個旋鈕周遭 讓它產生一個厚度 我可以利用內光暈來產生這個厚度 顏色就選擇成黑色 圖層混合模式呢 維持正常 然後來控制一下它的尺寸 從邊緣往內 或是從中間 往外 選擇邊緣 那如果你覺得強度太強 就透過不透明度 稍稍把它降低一點點 好 那這個旋鈕呢 受到光線照射 光線都從上方來 所以應該上方比較亮 下方會比較暗 那我就給它壓一個漸層覆蓋 漸層覆蓋 左邊黑色 右邊白色 OK 確定 確定之後呢 一樣把它 這個目前的這個 下暗 上 下黑上白的一個色彩 我們把它印到一個透明的曬露露片 然後再把這個曬露露片 放在我們的眼睛前面 所以我們把它選擇成柔光 好 那強度太強的話 你可以 把這個不透明度呢 就稍稍降低了 最後是整個旋鈕 有光線從上方照射來之後 右下方應該會產生一個陰影 好 所以我們就把它勾選陰影 黑色 塗成五盒模式 好 選擇正常 基本上正常跟色彩增值 在套用黑色的情況之下 差距幾乎是零的 好 所以兩個都可以 好 尺寸稍微大一點 好 強度讓它稍稍弱一點點 然後它 可能 利用這個陰影的圖層像是產生的陰影 沒有辦法達到我想要的那個比較誇張的陰影 所以等一下 利用新的圖層開一個空白圖層 裡面填黑色 讓它有一個比較誇張的陰影 好 好 確定 確定之後呢 在它的下方開一個空白圖層 這個 空白圖層 我就按下U 啟動我的 圓形的 選取工具 橢圓形的 選取工具 那顏色數值把它設定成0 畫出一個 啊 陰影 旋鈕的這個陰影 好 讓它是 U 按下U 這個橢圓工具 畫出來的圖形呢 它是 向量圖形 所以你可以 利用 內容面板 來操控它的一些參數 那就從上方的選單視窗 有一個內容 我們把它叫出來 叫出來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語化 所以語化就是邊緣柔和的一個情況 要把它設定成7.5個pixel 你會發現 它的邊緣就 稍稍揉掉了一點點 那整個圖層的不透明度 我把它降成75% OK 確定 你會發現 它產生了一個比較誇張的陰影 好 接著再把 這個旋鈕的底座 它是金屬的嘛 所以要有一些金屬的光澤 那我先選擇底座 好 命名一下好了 好 把它Ctrl-J 可以複製一份Ctrl-T 稍稍要縮小一點點 好 縮小之後呢 把它的圖層樣式先刪除掉 好 我們再個別把它套用 符合這個需求的圖層樣式 空白地方點選兩下 首先使用了斜角浮雕 好 那要使用內斜角技術的話 把它選擇成雕著硬邊 你會發現 變得比較銳利 不是像剛才的那個柔和的一個狀況 好 尺寸稍微小一點點 它的深度呢 把它擴張 這邊使用整理光源把它勾選掉 那它就可以獨立設計 設定是這個斜角浮雕來的那個光線 不會把這個光線來的方向套用到 其他的那個圖層樣式之中 好 那我希望陸色的光線從正上方來 那它的角度呢 30% OK 那亮度不要那麼亮 所以把亮度 亮部的不透明度下降 暗部一樣不要那麼深 所以我們把暗部的不透明度 再把它下降 好 接著呢 利用內陰影 我們來製作上方的那個 反光的那個 受光的那個現象 那我先把我的顏色呢 就選擇成白色 提亮 然後尺寸設定好 我要間距6 然後填塞跟尺寸分別是0的一個情況 把這個目前看到的影像 印在一個賽路路片 然後放到我們眼睛前面 所以圖像樣式我選擇成柔光 好 強度太強的話 再把不透明度 稍稍稍降低一點點 好 接著外圈的話 應該要有一圈顏色比較深的 這個物體的厚度 立體感才會出現 所以選擇了這個內光暈 顏色呢把它選擇成黑色 塗層的混合方式呢 不要選綠色是拿來提亮的 讓它維持是正常的狀況 或是你可以選擇色彩增值 那它的尺寸呢 稍微提高一點點 不透明度稍微降低一點點 那金屬的光澤製作方式很多 你可以利用 漸層覆蓋下一個金屬的漸層形式 那這邊介紹一個斷面的功能 在前方的那個台灣鋼鐵的這個範例之中 有使用過這個斷面 它就會把金屬的那種 不是金屬 應該是絲綢的斷面的那種 反射情況套用進去 那剛好就跟金屬有那麼幾分相似 顏色選擇白色 然後尺寸跟填塞呢 把它稍微提高一點點 那目前圖層混合模式是色彩增值 你無從判斷 那產生的效果是怎樣 所以你可以先選擇正常 然後把間距尺寸呢 還有入色的角度 改變成你覺得合適的一個情況之後 把這個你看到的影像 印到透明的曬露露片 再放到我們的眼睛前面 所以你選擇柔光 你會發現 這樣的一個情況 會比較像是金屬的那種感覺 我來把它縮小看看 你會發現出現了淡淡的那種金屬的效果 那我們的視覺焦點會在這個旋鈕 所以後方的金屬效果做的強度 不會像是前方金屬效果來的那麼的重 那這個旋鈕會有指標嘛 我們先把那個指標製作出來 開一個空白圖層 然後按下被指曲線工具 產生選取區之後呢 我先把它填一個黑色 Ctrl-D再Ctrl-Trade複製 然後利用編輯變形水平反轉 把它反轉過來 兩個圖層呢 再加選Ctrl-E和B 然後利用移動工具呢 把它對齊 對齊之後 這個圖層的填滿把它降成10% 你會發現燒淡了一點點 那它的受光產生的陰影跟亮度 我們利用圖層樣式把它製作出來 所以空白的地方點選兩下 先使用內陰影讓它產生影子 顏色維持黑色 圖層文模式呢 色彩增值 那再來的話 主要是設定它的間距跟尺寸 不透明度調高一點 讓它有100%的不透明度 這是陰影嘛 那受光的情況呢 我用陰影這個圖層樣式 來產生它受光的情況 首先選白色 然後圖層樣式呢 回復成正常 設定一下它的尺寸間距跟填山 強度太強 就把不透明度把它降低 降低到20% 確定 然後就產生了一個旋鈕的指標 接著的話 我們來製作上方旋鈕 上方旋鈕的那個材質 那我們先選擇 上方旋鈕的那個圖層 Ctrl J 複製 複製一份之後呢 先把它的圖層樣式刪除掉 然後Ctrl T 稍稍縮小一點點 縮小一點點之後 我們把它的填滿呢 關到0 然後利用圖層樣式來製作出它的厚度 跟那個受光陰影的一些情況 然後空白地方點選兩項 首先它會用斜角和浮雕 好 那這一次不使用內斜角 使用外斜角 所以它是 在你原有的區域範圍 向外延伸 基數的話 維持是平衡 尺寸的話 稍微讓它大一點點 大一點點 好接著設定它 亮部跟暗部的情況 光源的話 從正上方照射來 入射角是30 亮部的話 稍微把它降低 暗部的話 也稍微把它 降低 微微的一個情況 就可以了 那 再選擇這個 內陰影 把它有一個向內的陰影產生 就可以暗示出這個 旋鈕的厚度 顏色維持黑色 混合模式 色彩增值 間距跟尺寸 稍微把它調整一下 那如果 效果想要再更強烈一點 你可以把圖層的透明度提高 再啟用這個外光暈 顏色的話 選擇白色 塗層的混合模式 讓它是正常的 然後稍微把它的尺寸縮小一點點 邊緣受光的情況 那受光可能太強烈 我把圖層不透明度 降低 確定 好 那金屬材質怎麼製作出來 再Ctrl J 再複製一份這個圖層 然後把它的圖層特效 把它刪除掉 那我先把這個顏色呢 把這個圖層 保持圖層透明度 之後選一個淺灰色使用的數值是215 215 215 然後按下B 啟動筆刷工具 把它畫上我要的這個顏色 好 那填滿記得把它回到100% 不然你填的顏色 基本上看不出來有被填上顏色 我要在這個圖層上 製作金屬的那個效果 好空白地方點選兩下 教出我的圖層樣式 首先給它上方產生一個亮部 我用這個內陰影 顏色選擇白色 圖層混合模式呢 讓它是正常的 尺寸呢 零彈間距把它設成3 你會發現上方出現那個 微微的那個亮色 讓它強一點的話 你就把它圖成不透明度 選擇成100 好 金屬的光澤呢 最重要是來自這個漸層覆蓋 特別是這個漸層色的一個設定 那我先分三層把它設定出來 首先設定三個鈕 這三個鈕都是純黑色 好純白色 好在左方的這個空氣呢 這三個把它設成純黑色好了 好 金屬效果就是最深跟最亮的快速漸層嘛 然後接著在左方兩個間距之中 左方的這個間距之中 設兩個純白色 那右方的這個間距之中呢 設三個純白色 好在純白色的兩個甜色觀之中呢 再設定一個接近中間灰的數值 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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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設定 好確定 那目前沒有金屬效果 你要把這個圖層的樣式 選擇成角度 不透明度的話 可以讓它稍微低一點點 再低一點點 那還有什麼設定可以讓這種金屬的效果 更加的強烈呢 我們先縮小來看一下 這是目前的這種金屬的感覺 如果你想要它更加強烈 我們說金屬最重要的特性就是 亮跟暗的快速轉換 那我們就把甜色觀工具之間的這個 這個漸層控制鈕 我們把它拉到跟甜色觀同等的區域 那它的那個漸層遞減遞增的效果會更加的強烈 OK 確定 你會發現這個金屬的效果好像更加的強烈了 那整個旋鈕要產生一個陰影 所以把陰影點選下去之後呢 讓它維持是黑色 然後色彩增值 改變一下它的間距 甜色還有尺寸 那不透明度呢 如果覺得太強烈 你就稍稍把它下降一點點囉 好 確定 旋鈕的部分 還要有一個上亮下暗的感覺 因為光線從上方來 所以這個金屬的旋鈕下方應該稍稍比較暗 直覺的想到就是圖層樣式中的漸層覆蓋 但是這個漸層覆蓋 我們已經把它使用到金屬材質了 那怎麼辦呢 就Ctrl J 複製一份 把圖層特效刪除掉 再把這個填滿 關到0嘛 然後利用這個圖層來產生一個下暗上亮的漸層覆蓋 把目前看到這個影像 印在一個透明的曬露露片 放到我們的眼鏡前面 就會有個下亮上暗的效果了 所以把它選擇成柔光 這個圖層覆蓋模式 確定 好接下來就是 外圈的那個 我們的音量開到多少 它應該有燈號會顯示出來 好那我們怎麼產生那個 旁邊的那個亮燈呢 首先我Ctrl H 叫出我原本設定好的這個參考線 然後按下U Shift加U 切換成圓角的 圓角工具 那它的圓角半徑 我把它設定成30個pixel之後 按著LT鍵 先讓它對稱產生一個 這樣的一個 LED燈 顏色 好重新設定一下 顏色讓它是黑色的 所以我先把它取消掉 再畫一次 按下U 啟動圓角工具 上方參數鏈 圓角半徑是30個pixel OK 接著呢 Ctrl J 咦 居然還是這個顏色 好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一起把它改成黑色就好 Ctrl J 複製一下 複製一個圖層之後 Ctrl T 啟動變形工具 左手按著 ALT鍵 把旋轉的中心放到我們的圓心 這時候再把它旋轉了 再Ctrl J 再Ctrl T 旋轉 Ctrl J Ctrl T 好這四個圖層呢 Shift鍵加選 Ctrl E合併 然後再Ctrl J Ctrl T 這兩個圖層呢 再Ctrl E合併 Ctrl J Ctrl T Ctrl J 再Ctrl T OK 那這幾個圖層合併 好 你會發現我們旁邊的那個燈號產生了 那我們說要先把它變成 黑色的嘛 那我們就Ctrl M叫出我的曲線 先按右鍵點燈化了 Ctrl M叫出我的曲線 把最亮部調到最下方 就變成整個是暗色囉 好 那不用通通四周都有那個 音量現在 應該開到多大的那個顯示情況嗎 應該下方是 有部分是沒有的 把它用圈選工具 L圈選起來之後 按下Delete刪除鍵 Ctrl D取消選取 好 我們先把它設定成是 全部沒有亮燈 都還沒有旋轉我們的 音量的一個情況 好 5 把填滿呢 降成10 10個person 然後利用圖層樣式產生 光線造色下去產生的暗部 跟受光的那個亮部 首先選擇陰影 選擇內陰影 好 你會發現它產生的那個光線造色的影子了 顏色是黑色 混合模式呢 讓它是正常的一個狀況 然後 間距是1 分16 不透明度提升到100 影子 情況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再來受光呢 受光的地方我用陰影來產生 顏色的話自然就選擇成白色 色產生真的是降暗了吧 你會發現體狼的效果不好 那我們可以維持正常 或是你可以選擇綠色 都可以達到相同的一個效果 好 那尺寸間距我們把它稍微設定一下 讓它看起來像是受光 而不是像影子的那個情況 好 強度太強 我就把不透明度稍稍降低 好 確定 OK 目前是通通沒有亮燈的情況 那部分轉到那個音量要亮燈的情況 怎麼製作 Ctrl J 好 複製一份 複製一份之後呢 把填滿開到100 然後圖稱樣式呢 先刪除掉 好 Ctrl M 叫出來 把我們要亮燈號的地方 先變成全白的 好 And 那我們亮到哪邊呢 亮到 這個就好 不亮的地方 就先用套手工具圈選起來 就按下Delete刪除線 然後把它刪除 亮燈的話 它要發出光線 好 所以利用塗層樣式的內外光暈 我們來產生光線的效果 空白的地方點選兩下 首先讓它有一個外光暈 向外發光 好 看你要發什麼光 好 那我這邊讓它有一個藍光 好 使用的數值是73 171 255 好 確定 確定之後呢 塗層混合模式選擇成正常 正常 然後它的 展開跟尺寸 我們來把它調大一點 好強度太強 你可以把塗層的不透明度 稍稍降低一點 或是你喜歡那個比較強烈的效果 你就把它提升 好 這是外光暈 那內光暈的話 它可以向內 也有一個比較亮的那個顏色產生 所以我選擇了這個內光暈 顏色一樣是選擇藍色 使用的數值是相同的 73 171 255 確定 確定之後呢 塗層的混合模式選擇正常 填塞跟尺寸 可以嘗試一個你覺得合適的數值 好 強度的話我讓它開到100% 最後呢 旋鈕應該是指到音量 最後一個亮燈號的地方 所以我們先找一下這個旋鈕 Ctrl H叫出參考線 Ctrl T變形工具之後 ALT按著 把旋轉的中心設定好之後呢 旋轉 Enter 確認Ctrl H 隱藏 參考線 OK 基本上我們這個音量的旋鈕 就製作完成了 請同學試著操作看看